各位特兄姐妹平安 我是陈卓芬全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 《约书阿记》九章一至十五节 你一段经文是记录神的选民 步步进攻迦南地的时候 迦南地的人两种不同的反应 经文可分为两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一至二节 迦南诸王的反应 第二个段落是三至十五节 机片的居民的反应 九章一至二节 是《约书阿记》第九 和第十章罪事的罪言 讲述迦南诸王对以色列的进攻的反应 迦南地的诸王听见这事 究竟这事是指什么事呢? 从下一节第三节讲到 机片的居民听见约书阿向 耶利哥和魏城所行的事所见 相信朱王听见的事是指以色列人战胜耶利哥城和魏城的事件 朱王听见以色列人战胜的事件后 第二节记载 他们就聚责和心合意地要语 约书阿跟以色列人增战 这个反应似乎和约书阿记的上文五章一节和二章九节的记载有些出入 原因在这里没有说明 但是相信在大军压境之下 为了国家和生存 迦南地的客人 阿摩利人 迦南人 亦都是迦南地的人 机片在魏城西南方 相信攻打魏城之后 机片可能就是以色列下一个攻打的目标 面对这个可能快将来临的灾难 机片的居民不像一字二字提到的朱王这样 选择抵抗以色列人 却是选择用诡诈的方法和以色列人立约 以确保和平和保存生命 首先 根据第三至五节的经文 机片的人 假冲事者 用破旧的衣服和鞋发帽的饼 偽装他们来自远方 不是迦南当地的居民 即使骗取和以色列人立约 在出埃及记和生命记 神曾经多次席摩西警告以色列人 不可以同迦南地的人立约 要将这个地上的居民完全消灭 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保守以色列人 专心敬拜师奉神 不想让迦南地的人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络 诱惑神的子民去随从他们的风俗 敬拜迦南地的偶像 而招致神的愤怒而灭亡 而在《生命记》二十章十和十五节 说到不在迦南地的远方的城邦 以色列人就可以跟他们讲和 计骗用欺骗的方法 装扮成远方的民向以色列人求和立约 相信他们对以色列人同事有一定的了解 从六至十三节 在《机骗的人与约书亚与以色列人的对话》中 当机骗的人说 我们是从远方来的 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的时候 以色列人的回应就在第七节这样说 只盼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 若果是这样 怎能和你们立约呢? 而第八节也都记载 约书亚问他们 你们是什么人? 是从哪里来? 由这些对话我们知道 约书亚与以色列人对 机骗的人的身份有过怀疑 机骗的人 他是以谦公的态度强调自己 是以色列人的仆人 从远处来 并听说耶利哥和魏城的事 他们只是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前的事 并没有提及最近发生的事 以及以衣物食物作为证据 证明他们是来自远方的 以色列人的反应记载在第十四节 受了他们的食物 并没有求问耶和华 结果 约书亚和他们讲和 和他们纳约 用他们活着 会众的首领 也都向他们起誓 纳了有约束力的约 导致不能够按神的应许消灭他们 甚至在撒母尔的下二十一章 一至十四节记载到 当扫罗毁这个约的时候 使到以色列人遭受饥荒的惩罚 根据经文的罪述 机骗之所以成功 欺骗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纳约 保存圣明 主要原因是 神的子民 没有求问耶和华 他们被对方的说话 和眼前的事所蒙蔽 各位弟兄姐妹 作为神的子民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同样很容易被人的说话 眼前的美丽事物 和价值观所影响 和欺骗 今天的经文当中 以色列的被骗和失败 正正成为一个反面的例子 提醒我们 要凡事扣问神 时刻信靠神 否则可能会招致被骗和失败 请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藉着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 被欺骗的居民 欺骗的事件 提醒我们 祷告生活 凡事求问你的重要 求你帮助我们 时刻信靠寻求你 过得性 蒙你越纳的生活 奉耶稣基督之名 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